哎哟 这大房子可真好呀 妈 您怎么来了 赶紧的 把这箱子给我拿进去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正好跟你立立规矩 可是婚前不是说婚后分开住吗 这是我儿子的家 我说了算 可是 可是吗可是 懂过去吗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 走吧 把这脏衣服给我洗了 就这点活儿 还得让我吩咐你吗 妈 我 爸妈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妈这么大年纪了 让你洗个衣服 还得亲自来找你吗 我告诉你啊 你嫁到我们家 你就得孝顺我 伺候我 好 给我倒杯水去 妈 这不是有水吗 哎呀妈 让你倒就去倒呗 哪那么多废话 这大冷天的 你让我喝冷水 你干什么心啊 这明明是温水 孟妈妈 知道不知道什么 要尊重长辈啊 还不敢去换 一看你这媳妇就没安什么好心 你就是欺负我这老脖子 我欺负您 妈 我看您搬进来 就是为了打压刚进门的媳妇 给自己立威吧 哎你怎么说话呢 这我亲妈 我妈辛苦 把我拉死她容易吗 你嫁到我们家 就应该尊重她 孝顺她 黎成 婚前我怎么又发现你是这个德行 你妈不容易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妈不容易找你爸去 凭什么在我面前耀武言威的 还有你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到现在还没有断奶 你不觉得自己丢人吗 你敢这么说我儿子 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 我精灵是长辈 但是不要把我的忍让当做你一老卖老的资本 我脾气好不代表我就好欺负 我才嫁过来几天呀 你们就在我面前作为作福 有意思吗 您一没养我二没生我 还处处打压我欺负 凭什么让我尊重你孝顺你 你把你儿子养这么大 他孝顺过你吗 我告诉你们 欺负自己的儿媳妇不叫本事 把日子过好才是本事 像你这样为老不尊的婆婆 不孝也罢